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 大白菜 甸南本草记载 大白菜可以去鱼心 盒中 消食 结酒 逆肠胃 取所含的纤维素能够起到润肠 促进排泄的作用 犹豫人体的健康 第四 茶 本草一读记载茶叶 逆小便 而下糖热 止燥可 而消酒食 清头目 而醒免税 热毒下逆次摆 研究发现呢 茶叶中含有一种茶暗酸的化学物质 由于它能够调动人体的免疫细胞去抵抑细菌 增菌和病毒 因此呢 可以使人体抵抑疾病的能力提高 第五 姜 药性弄止出姜的功效 生鱼肝病治瘦 疗食及止呕吐 不吓死 现代研究发现呢 姜可以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 能够症咳 退热 减轻疼透 还能够有效的抑制疾病 姜是一种很好的抗毒食物 能够杀菌和抗美菌 是治疗风寒感冒和流行性感冒的有效食品 第六 大蒜 本草新编记载大蒜呢 解毒去慧 除烈辟瘟 消弱消食 止吐止蟹 现代研究还发现呢 大蒜有抗菌抗癌 增进身体耐力的作用 能够促进细胞膜的流度 增进体力和免疫力 另外大蒜呢 还具有降低打固醇的功能 推荐几个简单的食疗饭 有预防秋季感冒的作用 一起来看看 第一 适用于经常受凉的人士 二白汤 用葱白15克 白萝卜30克 香菜30克 加水适量 足非热饮 另外一个 酱枣酥叶饮 酥叶3克 生姜3克 大枣3克 首先生姜切丝 大枣去核 与酥叶共同专入茶杯内 从日沸水200-300毫升 再加盖浸泡2-10分钟 趁热饮用 第二个 适用于经常上火的人士 首先 三叶菊花水 准备三叶3克 菊花3克 炉根10克 沸水浸泡 代茶瓶瓶饮浮 另外一个呢 薄荷梨粥 我们用薄荷3克 压梨1个 削皮 大枣6枚 切开去核 加水适量 煎汤过滤 再用小米或大米50克煮粥 煮粥后 加热薄梨汤 再煮沸即可食用 好了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可以帮你一时点赞分享本视频 并点燃视频下方的小铃铛 感谢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